鸟油豆腐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鸟油豆腐的做法 有人认为油豆腐完美的吃法就是酿油豆腐 这种吃法营养又不上火,一口一个好吃下饭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制作过程吧 猪肉切小块备用 喜欢吃肥一点的可以用五花肉 把切好的猪肉放入搅入鸡中搅碎备用 香菇用清水清洗干净 本身香菇并不脏,所以清水冲洗下就可以 胡萝卜切小块备用 我做的不多,所以一点胡萝卜就够了 香菇切小块备用 搅好的肉馅倒入碗中 把香菇和胡萝卜放入搅入鸡中 不要搅得太碎,有点颗粒就行 把胡萝卜碎和香菇碎倒入肉馅中 肉馅中加入生抽一勺 加入生抽一勺 花生油一勺 蚝油一勺 盐适量 糖半勺 鸡粉半勺 淀粉一勺 搅拌均匀备用 油豆腐三分之一处切开 只留三分之二处,上面不要 把油豆腐中间部分去掉 接着把肉馅放入油豆腐中填满 肉馅尽量添紧吃鲜 锅中油热先把油豆腐肉馅的一面朝下放入 小火慢煎至肉馅定型变成焦黄色 翻至四面稍微煎一下 煎好后加入一碗清水 加入两勺生抽 盖上盖子小火焖15分钟 15分钟到了取出油豆腐 装盘备用 剩下的汤汁里放入一勺水淀粉 慢慢搅拌至浓稠 像这样就可以了 油豆腐中撒入一些葱花 最后把汤汁淋入油豆腐上 好了,我们的尿油豆腐就做好了 味道鲜美嫩滑,满口留香 真的越吃越香 好了,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更多家常美食期待和您一起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